大家现在看到的是11月9日 青海藏族自治州出现龙卦 现代名称叫龙卷风 人们自分在议论这是什么预兆啊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天象 校园里的孩子们纷纷仰头观看 大家惊奇的互相议论着 中国大陆北方连续两天的降雪 大雪封门牛羊此时惨重 车都开不出去了 一开门整个雪比门都高 据资料记载 这是破195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通辽的大雪 二楼变一楼 三楼变二楼 一楼被埋没了 她惊叹她家三楼 一楼不见了 大家看看这位女子 确实是有几分浮媚妖艳之处 这就是网友人肉搜索到了 马沙拉蒂醉酒嫁女司机 名叫孙华 她在造势的之后 当晚就被保释出来 原来她是个空姐 被银行招来当公关 不懂业务 却当上了副行长 年薪百万 有三套房产 她的任务就是游走官场 拉关系 走后门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虫子在蠕动着 人们谁见过这样的虫子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中国大陆生产的 人们都天天戴在脸上的那个东西 在放大镜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情况 希望大家保重自己的健康 啥也别说了 据悉 因曝光疫情真相 而被判四年徒刑的张展 目前在狱中已经接近死亡边缘 美国政府呼吁中共 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位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 她的跪在医院里向人们求救 没有钱 买不起药 看不起病 孩子危在旦夕 可是 尽管她这样的哭诉 没有人搭理她 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状 很多偏远地区 山区的孩子们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 很多人 甚至是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 可是尽管这样 中共为了维持它的统治 不断地对外大撒币 甚至是更多的像那些恐怖集团撒币 看看 他们又像塔利班大撒币了 大家看看中共的钱都花在了哪里 塔利班对华出口松子一斤 约价格110一元 真是龙虾的价格 其实中共的这种做法 就是变相的 又用另一种方式 对塔利班进行输血 看得出恐怖集团之间的交情了 其实中共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利用塔利班来前置印度 思维扭曲的中共 就这样大撒币 把明脂明膏都这样挥霍殆尽 最后我们来轻松一下 看看这位过生日的寿星 居然被祝寿的人给惊呆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二匹八十的图一位 大家看 这是罕见的金鸟猎狼 这只狼要比这只鸟重不知多少倍 可是它居然败在了金鸟的手里 看看他们在折斗中 这个狼利用他自己的力气 知识场的地 反复跟这个金鸟搏斗 可是最后还是被金鸟雕到天上 网友称 这真是太神奇了 这是金鸟勤战狼啊 大家看看 这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看看这个舞台艺术的表演 看看这个艺术的造型和构思 真是别具匠心啊 还说过一切 在夜深 在夜深 人静的时候 像旗袍 送的那些号 那么网友